国家自动安全研究院接牌 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 见证重要里程碑 与副格魁郑文灿 数位部官员等人一同比出大大的赞 从我上任以来 治安就是国安 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战略概念 但不用面对国际高度复杂环境 光是国内就已接应不暇 近期包括和泰旗下Iran 以及隔上租车都被爆出 数万笔用户资料被摊在阳光下 形同裸奔 加上有骇客都授予两千三百万笔 护证资料 健保署官员涉嫌盗卖民众各资 华航各资外泄等都让朝野高度关注 那我就很生气 我会觉得那我个人资料外泄 难道只值三百块吗 我不知道要找哪个单位 去反映去处理这件事情 都被外泄被盗卖 甚至过去还有这个就业通的资料 也被盗卖 那我们不能主张吗 劳工不能主张 我怎么样国家赔偿我吗 因应层出不穷的重大资安事件 中央执政团队展现决心 本周也将召开会议 邀集各部会讨论保护机制 交由郑文灿主则 同时强化工部门资安任性 资通院风光接牌服院期许满满 民众只希望真能有一个新的机制 不销打击骇客 保障各资财产 华世新闻赵云全王前皇台报道